相關話題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廈 鳳鴻衛視演播室 我們特別請到的 申萬宏園政權研究所 首席市場專家 桂浩銘先生 來為我們解讀 顧先生 你好 你好 觀眾看到 A股今天是再度衝高回落 中場是溫和收高 事實上 戶指在這個月的上旬 其實已經衝擊3,400 衝擊好幾次了 只是暫時地站上去 中場還是未能站穩 反而是快速推手 到了3,300一線 後市是不是 還是應該以謹慎為主 對 這個在大盤股推動下 都是上衝3,400 當然是市場 確實也有人喊牛市道了 不過呢 這次上衝主要靠個別的股票 權重股的拉動 那麼這當中中特股 概念當中 像一些銀行股 還是功不可沒的 不過呢 他們的基礎並不扎實 短線衝高以後 獲利盤大量湧出 結果又回來了 那回來以後 就不僅僅是3,400殺手 3,300也殺手 那麼現在呢又重新再去 試圖去衝進3,300 如果我們換個視角來看 這個A股市場 基本上就是在一個箱體內波動 你要跌破3,200也不太容易 但是要突破3,400也很難 那麼200點的區間不大 但是市場就在這裡面晃動 這也表明了經濟出於轉型結果 在等待復甦的時候 投資者確實從各個層面來看 都是比較謹慎 這邊是在做一些個股 但是對整個大盤 恐怕並沒有 只過於樂觀的預期 您剛剛也提到中特股 中特股的確是最近 一個很火的概念 《經濟日報》在週末的時候 突然就發表評論指出說 中特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 直接拔高國企的估值 它也明確了 不是引導資金推動股價 短期和快速地上漲 所以中特股以這種方式 被點名的話 您覺得在市場的熱度 是不是還會因此來踩刹車呢 那我們怎麼樣判斷 整個中特股這個概念的前景 我想《經濟日報》發表 這樣一個文章 目的不是要踩刹車 因為客觀上來說 它只是做一個提醒 因為事實上 中特股已經在調整了 那麼在這之前 當中特股的概念 在去年提出以後 事實上它到目前 也有達到20%左右的上漲 那麼其中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就在於大家普遍認為 中特股就是只能 那些低估值的大盤籃籌 那麼它們的很便宜 銀行股的PB 這個都是破鏡的 PB都是小於一的 P也就五六倍 覺得很便宜 那麼這樣便宜的股票 為什麼不漲呢 那麼現在都認為 既然要講中國特色的估值體系 那就該把這些股票推上去 而《經濟日報》發表的文章 實際上是告訴大家 中特股 它並不只是簡單的 我們要把股票推上去 核心問題是 怎樣正確地認識 中國特色的估值體系 怎樣正確認識 這些股票 怎樣正確認識 那現階段 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當然股價低了 它應該漲 但是這種漲應該是 市場行為的產物 而不是靠人工的拉動 我們也確實看到有些資金 試圖去拉一些大盤攔抽股 那麼如果集中資金力量 在短時間是能夠拉上去 但拉上去以後很快又回來 換句話說 市場有市場內在的規律 有市場有市場的屬性 它並不是靠一篇文章可以拉上去 這篇文章給我們的最大印象 就是告誡大家 對市場要抱有敬畏 不能盲目 在操作上還是要謹慎行事 特別是要從理性的高度 來認識中特股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把它僅僅作為 要動員大家去拉高股 給價去炒這個股票 確實要這個前期的熱點 中特股線也是回下來 那麼近期這個市場 這個輪動的情緒比較的明顯 那短期之內這些板塊的方向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握呢 像是數字經濟 中特股這些 是不是還是一個雙投資的主線 在上個月大家講到股市 就是說只有兩條線 這個要麼是中特股大盤攔抽 要麼是GNT或者是AI 那就是一個題材股 那麼事實上只有這兩條線在交叉 這一會你漲一會他漲 但是進入五月份以後 我們發現中特股在調整 但是TMT好像也在調整 包括像今天這種走勢 課上版在調整 這個中特股也在調整 實際上我們覺得 中特股的價格的真正起來 實際上它取決一點 一個也就是要有更多更多的政策 來扶持那些國資控股大盤攔抽股 會創造為他們的行情 創造一個良好氛圍 換句話說 有更多的中長線資金的流露 那麼另外呢 對於那些TMT或者是AI 這些板塊來說 需要有上市公司的業績 本來前階段他們炒得不錯的 但是到了五月份以後 突然這個下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五月份是七年年報 全部公佈完畢了 今年一季度的季報也公佈完畢了 對照年報對照季報 可能有些人發現 你的業績還遠遠沒跟上 恐怕不是經營差三個月的問題 可能會半年一年 可能都還沒有能夠完全跟上 所以對業績的預期落 回落了 那麼業績與股價之間架差 就一定要有那個填補 那麼業績上不去 那麼只能股價下來 實際上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到這個五月份 為什麼市場走落了 4400點登掉了 3400點登掉 3300也坐不住 那很大問題就在 大家找不到新的突破方向 那找不到的時候 就去謹慎 那麼謹慎的結果 一方面 我會選擇更多股票 也就是說 我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開始考慮一個平均佈局 另外更多的傾向於那些 防守性的板塊 這在今天很清楚 今天一個公用事業 不知道到時候 包括像電電的漲幅劇前 這是一個典型的防禦板塊 那麼另外我們就看到 白酒又起來了 消費又起來了 因為不管經濟怎麼樣 基礎消費總是存在的 所以這也是個典型 防禦性板塊 所以市場有一個 往後風險偏好弱化 大家更多想 就穩健這樣一個投資 所以這種態勢 我覺得可能在五月份 甚至到六月份 會延續 換句話說 市場會形成一個相對均衡的格局 而不再是把重兵 或者說大資金 要麼壓在中特股上 要麼壓在信息產業 壓在GNT板塊當中 可能會顯得相對比較分散 當然這樣分散 如果是這樣分散一來以後 市場的波動可能會更小 因為力量分散以後 很難做到大家一起產業 很難使大家一起跌 市場會分散 那麼波動會小 這就像今天這種狀況 上漲股票 下跌股票指數 這數量差不多 指數呢 也就是30來點之內的 有限的波動 而成交量呢 這有所萎縮 在A股短暫的小幅波動的同時 日本和歐洲的市場 我們看到是集體的衝高 那這背後又反映了 怎樣的市場邏輯 對於A股也有怎樣的歧視呢 下節我們繼續 和閨浩明先生 一起來探討 稍後見 歡迎來到亞洲節目 歡迎收看